怎麼會懷疑 妳這麼小身體 怎麼生得出雙胞胎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還好我就是大那個肚子 就是我大概五個月 就差不多人家要生的尺寸 彈姐她就說 妳這個著床不太好 有一點好像是初學的感覺 然後我想慘了 嚇死了 我想這個就本來就一直等不到 然後現在來了 又有一點著床不良 就死了 然後她就幫我驗驗 她就用那個敲音波幫我壓壓壓 她就說 看起來是有一個 另外一個胚胎 在後面 那個陰影不是 不是雪 是那個胚胎 我蛤 有可能嗎 然後我再看看 我會稍微用力一點 她就看 真的是兩個胚胎這樣 然後她就說 那再隔兩週來聽心跳 因為其實有可能會被吸收掉 或者是自然淘汰掉這樣 那其實也就是會很緊張 然後等到再隔了兩週 我們又去聽心跳 還好都...都好好的 對 妳這個心跳是很危險的心跳 講得我都緊張 對 可是兩個耶 兩個 真辛苦耶 我都覺得一個快生了以後就是 我想到我自己懷孕到最後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懷孕還好 生下來是個災難 真的 妳怎麼這樣講啊 我生下來兩個兒子耶 沒有 因為我生下來以後 當然很開心 因為其實 我覺得在懷念雙胞胎的過程 就是說真的是比別人辛苦 可是就是雙份的開心 但是生下來以後就 有一段時間是不能走的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腿啊 就是初期我以為是壓迫到 好可愛喔 妳們雙胞胎小朋友 妳是逸軟 逸軟 逸軟就是沒有那麼像對不對 對...妳看哥哥是雙眼皮 然後弟弟是淡眼皮 哥哥是雙眼皮 我看不出來 一個像妳 一個像老公 對 一個像妳 一個像老公 多會生啊 好可愛喔 咕哩咕哩 應該個性都不一樣吧 個性兩個完全不一樣 對 雙胞胎最奇怪 就是個性完全不相同 好可愛 哥哥很開啦 才... 才差個幾分鐘 一分鐘是不是 一分鐘 你是剖腹嗎 我剖腹 就看誰先爆出來嘛對不對 對... 然後哥哥先爆出來 那哥哥是比較活潑的 對 那弟弟呢 弟弟就是看準了才出手的那種 對 一個像爸爸 一個像爸爸 一個像妳 對 好會生喔 你看 這是滿一歲的時候 滿一歲的時候 對 去動物園玩 妳為什麼不能動 骨質什麼 暫時性的骨質疏鬆症 什麼意思叫暫時性的骨質疏鬆症 它是 其實是一個罕見疾病 全台灣只有三例 妳真會中獎咧 然後我到後來 嚴重到就是兩隻腿都 大腿都萎縮 妳就不能動啊 不能動啊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原因 然後就是 那妳真的 那真的 那真的不是一種噩耗嗎 剩完兩個雙胞胎自己不能動了 可是因為那時候就很忙了 忙這兩個雙胞胎 妳沒有想太多妳知道 就覺得說它會好 它會好 因為剛開始妳會以為是壓迫到了 所以它會改善嘛 然後妳就會想說 沒有關係 它自己會好 可是越來越慘妳知道 就是不能動 然後萎縮越來越厲害 那妳會在那邊做輪椅 對 下船我還得用那個助行器 然後上側腹也是 妳老公會不會暗夜在哭泣啊 其實我的老婆 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我老公也是神經大調 我也神經大調 所以我婆婆就有一天跟她說 妳老婆這樣 妳要想看看要暖 她會不會一輩子不能走 對啊 還有兩個雙胞胎 她要跑來跑去啦 對 老婆已經這樣 就很像這種 很可憐 就是忽然想起妳的悲情戲來了 對 就好像一個悲劇要發 可是我們其實當下因為太忙了 我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一直到孩子滿月回家 那時候我才開始想說 所以妳坐月子是要坐輪椅的 是沒有辦法站的喔 沒有辦法站 其實我到整個病程差不多半年 半年啊 對 超半年 然後一個多月之後 就是有去做一些比較精密的檢查 MRI 做一做才發現說我是得了罕見的 暫時性的骨質疏鬆症 然後她就半年到一年 她自動會回復 她會自己好 可是妳那時候會想確定嗎 對 妳還是會擔心 然後因為我的朋友 有一些醫生朋友 他們就開始幫我找一些資料 然後我開始做復健 要做復健 要做復健 不然妳的腿會越來越細… 然後就算妳現在這個好了 妳可能走路也會不太好或什麼的 所以就要不斷的做一些什麼波啊 電子波什麼波 我每天上午就是要坐著輪椅去 坐輪椅 對啊 完全不能走 生兒子的代價 看到沒有 真的 而且是生... 雙胞胎的代價 但是我真的第一次聽到生雙胞胎 是有這樣的代價就對了 不過妳看起來本來就很瘦弱 她有說很瘦弱的人 比較容易嗎 也沒有 她其實沒有 她就是一個罕見的 就是說 她沒有一個特定的條件下 妳一定會得這個病 或者說可以避免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怎麼發生這樣 對啊 但還好啦 一切都OK的這樣 對 雙胞胎的樂 快樂就已經代替 是快樂嗎 快樂快樂 對 慌亂 是不是餵錯了 就餵過沒有 這個倒不會 因為她們兩個真的長得不像 對 然後我會有紀錄本 就是說這個是喝多少嘻嘻奶奶 這個吃 然後生病的時候 這個吃過要了打夠 這個還沒有吃過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嗎對不對 對 妳一定要已經 不然還是會弄錯嘛 對 而且因為我們很多小人 就是說 我可能要 我婆婆啦 我姐姐啦 我家裡打 幫忙的對不對 對 阿姨要幫忙什麼 就是妳要有一個紀錄 接手的人才不會搞錯 妳也是等於生完這個兒子以後 半退休狀態對不對 對 我還記得最後一個戲 就是巴巴水災那個戲對不對 那個是生完之後 生完之後 去客串 對 其實 她生兩個 就是還滿辛苦的 可是我生 雖然只有生一個 可是我也滿辛苦的 就是 差不多懷孕七個月的時候 我就得到那個 認辰讀寫 而且 那個是真的 那個很危險 那個是連媽媽都會有 生命危險 對 有生命危險 怎麼會呢 那個也是跟她一樣 就是不明的原因 對 那個也是就是 不管妳是幾歲 然後是第幾胎 然後到目前為止 也是醫學上面 查不出任何原因 就是會有可能 那我那時候血壓高到200多 200多 對 是高血壓的 對 我們今天這樣講完 有人敢生小孩嗎 一個腿不能動了 一個高血壓 沒有 這個真的是 罕見 罕見 非常罕見 然後所以我七個多月以後 我的小孩就沒有長大 因為血壓太高 然後 他的營養輸送不到他身上去 但是醫生就 就是希望說 他就是一直到足月 才把他拿出來 對 那所以他一直到37週零一天 然後幫我剖腹 那因為我沒有辦法自然產 因為一自然產就爆血管 對 對 所以他就一定要 一定要這個開刀 那還是很危險 對 開刀就是很危險 開刀都很危險 所以他開刀的時候要 我最記得 開刀不是我們要脊椎麻醉嗎 那個我都不怕痛 而且我脊椎麻醉 那個麻醉針 麻醉藥 我一針都沒有按 我都不怕痛 可是 然後 然後麻醉藥我也沒有吃 我 最痛的是那一針叫做 血管擴張劑 那個這麼粗這麼大一根針 然後不是護士來打 是醫生親自來打 因為打那個血管 他那個針喔 人家打一根針幾秒鐘打進去 那個針打十幾分鐘 他那個針喔 這樣 針劑一打下去的時候 是你從頭到腳 全身發燒到四十幾度 你就會叫 這樣 然後不能動 然後醫生就停 停 然後你就慢慢喘氣 然後下去 下去之後 然後 他說可以了嗎 可以了 好 再打 這也是酷型耶 對 因為你知道小孩在這邊 然後尤其是你那個下半身 那個下部 那個一發燒這樣子 好痛好痛 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然後再打 可是他一定要這樣 而且這個 這個 我當時不知道這個危險性有多少 是我後來有一個好朋友 那個詹姆斯他太太 小華爸爸是個婦產科醫生 後來才跟我講的 然後他之前有個病人 就是這個的速度快到什麼地步 就是推進去開刀房 下電梯要去開刀房 從二樓進去 四樓出來就掛了 就是 到血管爆了 對… 對 這個是非常快的 然後所以 那 但是這個認成毒血應該是到 就是認成結束就結束了 就… 就那個血壓就降下來 可是因為可能因為我們爸爸媽媽 家族裡面有高血壓的病史 所以一直到現在 小孩都已經四歲多了 我還在吃高血壓的藥 你還在 那你這麼年輕就吃高血壓的藥 那你血壓都高 沒有 現在控制住了 可是就一直要 一定要去 對 就變成說 就 對 所以你也不敢再生 我很想再生 可是像我媽媽跟我先生都不贊成 就是因為這種事 對 那麼危險 對 你夠了 我夠 其實我常常會想要再生一個女兒 我也是